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为形成寒蝉效应掀起了逮捕异议人士的浪潮 国际社会除了对中共表示强烈谴责之外 包括美国、英国和多个人权组织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忧心忡忡 目前中国大陆至少有四名异议人士付出惨重代价 由于他们在网上转载呼吁中国茉莉花集会的消息 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他们分别是四川的陈蔚、阮云飞和丁毛以及浙江的郭伟东 此外,中共还刚刚拒绝了联合国委员会要求 立即释放被无理关押的维权律师高智晟的要求 但查经目录组织在3月24号把言论自由奖颁发给了高智晟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3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中国近来发生的包括人权律师被强扯失踪和打压外国记者等现象 增加了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 坎贝尔还说 美国已经就人权问题多次向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公开和私下都进行了严肃表态 今天中共当局坚持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拒绝 已经和他当初共产革命那一套意识形态来衡量 就截然相反 实际上他就是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 就是维护自己权力和特殊利益的这么一个集团 只要是他觉得对他利益有麻烦了 他就一概拒绝 同一天 英国外交部发布2010年人权与民主报告指出 中共为期两年的人权活动计划 但在人权和战质开放领域却出现恶化 据BBC报道 这份报告显示 当局对维权活动人士和言论自由都加强 言论自由 英雄无罪 言论自由 英雄无罪 中国是被报告点名的26个在人权问题上 需要关注的国家之一 大社国际亚太地区主任扎里费也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当局对批评越来越敏感 而打击行动甚至扩大到了那些不应该被认为是异议人士的身上 扎里费对这种趋势感到忧心忡忡 位于香港的维权网形容中国的活动人士 在一个敌对而危险的环境中生存 这个组织指出根据记录 2010年发生3544起随意拘押 118起虐待和36起活动人士失踪事件 巴黎的无国街记者组织已选择中国警察对待外国记者的流氓态度 此外 对华援助协会在3月31号发布 中国大陆境内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的年度报告指出 2010年中共对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的迫害程度增加 对华援助协会说 去年收集到的中国基督教会和教徒受迫害的案例有90件 比前一年上升16.9% 受迫害人数3343人 而被当局抓捕的人有556人 比上年增加了42.9% 新唐人记者李静 王明宇综合报道